We need access to these doors We just heard another fire shot down here Hey, get your hands up Hello,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回归讲一个枪击案 这是我们讲的枪击案跟以往不同 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定性为 叫做Active Shooter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 无特定目标的随机犯罪射手 犯罪嫌疑人不是跟警察发生枪战 而是开枪射杀无部民众 简单来说 这个犯罪射手没有一个特定的目标 可能只是为了包护社会 犀利疾病,自己不想活了 但是死之前还得带走几个人跟他一起 那这种犯罪呢,美国每年都是有几例的 近几年爆发比较惨烈的和让人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随机犯罪射手 有2017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枪击案 当时犯罪嫌疑人在酒店的上空 向下面参加活动的人群射击 当时是射杀了58人,非常惨烈 还有2019年 新西兰清真寺的一个枪击案 那个就更惨烈了 当时枪手身上戴着GoPro相机 在Facebook上现场直播杀人 我在景象肥迅时看过当时的现场内部录像 这个录像在网上是找不到了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惨烈到不真实 你以为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射击游戏的直播 不敢想象一排排倒下来的是真实的人 当时被害的人大概有51人 以后我会专门做一期关于这种无特定目标 随机犯罪射手的一个专题 给大家逐一讲解一下 近几年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国家 发生的比较轰动的大型的枪击事件 好,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今天想讲的这个世界 是发生在加州的圣塔克拉拉郡的圣河赛市 圣河赛市大约有100万人口 是美国北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的一个城市 环境非常的宜人 华人人口占比例还挺多的 圣塔克拉拉郡大家听起来好像很陌生 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知道它的别名 就叫做硅谷 圣河赛又是硅谷的中心 硅谷是全球的创新中心 美国科技公司的半密江山大概都在这边 比如说Google 苹果 还有eBay 等等上千家公司的总部都坐落在这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位于圣河赛市的圣塔克拉拉 运输管理局的办公楼里 这个运输管理局简称为VTA 在2021年5月26号早上6点34分 911报警中心接到了关于枪击事件的报警 调遣中心立即委派警察前往现场 两名圣塔克拉拉郡的郡警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称作为治安官最先到达了现场 两名治安官告诉调遣中心他们听到的枪声 所以他们立即前往院子的大门口 VTA工作人员告诉两名治安官嫌疑人手里有枪 并且嫌疑人最后是出现在A栋大楼 这时呢又有三名的圣河赛市的警察到达了现场 由两名治安官和三名警察组成的第一连洛小组进入VTA的铁路院子 前往协议人A栋大楼 在这里警察刚听到的其实是两声枪响的 打头阵的警察我以为是后面警察踩他在地上的铁板盖子时发出的声音 打头阵的证明治安官临时成为了 这刚成立的小组的现场指挥非常有调理思路清晰的安排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 知道 阳光 recib吧 no 我们进入 好,我們好,我們要拿這個招式 我們需要接觸這些門 我們聽到一個火箭撞到這裡 嘿,拿手上! 好,好,手上你的頭 轉過來 大家站過來 回到,回到 你什麼? 这只警察看到了一名VTA工人员 从门里走出来了 应该从工作人员的手中拿到了开证卡 继续查到 doll Let me box down I'm clear right Push up Hey we need that ah keycard over here bro Alright I'm pushing back to you ok Yep Which one do you need Door right by me oh shit i got somebody down in front of me on three five six maybe let me see your hands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we got that stairwell Sherriff's office sherriff's office sherriff's office yeah he's in here watchesha watchesha well that stairwell topside's clear 警察最后发现了这名已经死去的并且手里拿着枪的人就是枪手 这个枪手是57岁的VTA的轻轨维维修工人 三姆卡西迪是他朝着自己的多名同事开枪 最终导致9名受害人死亡 随后三姆自己又自杀身亡 警方的防暴小组的警犬提醒了警方枪案现场疑似常有爆炸装置 所以警方立即封锁了该区域 启动了彩蛋小组对现场的VTA启动楼都进行了筛查 试图确定检查每一个房间每一个缝隙 最后终于排除了疑虑 圣克拉拉郡警长劳里斯密斯对媒体说 对该枪击事件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三姆在向他的同事开枪时携带了三把半自动武器和32个装满弹药的弹匣 警长表示这似乎是一次有针对性的作案 作案动机已为职场纠纷 因为根据所得到的信息 在事件中三姆本可以杀害一名员工 但最后却把他放了 转而转向另一名员工进行射击 这是枪击事件无辜的遇难者 一共有9人 他们都是VTA的公职人员 年纪最大的63岁 最年轻的才29岁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影片的最后 祝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美好的新的一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